各位早晨,本來這齣電影是沒有原因想看的 因為看之前,我看他的圖片 我已經不是十分感興趣 也不是一個我很有興趣的題材 但為什麼會開來看呢? 因為夫人很喜歡看這些電影 她喜歡看法績史 Based on true story 又或者是跟飛車有關 你看他的樣子不知道 但其實她是一個妃女 飛車、炒車那些電影 Fast and Furious第十五集 她很喜歡 其實她心底裡是想做那些黑幫太太 她喜歡出街,有人一字排開 然後逐個鞠躬跟她說 逐個叫她夫人或者叫她嫂嫂 她是喜歡看這類的電影 所以我一跟她說 有出這樣的電影 她已經很有興趣 她說快點下來看 去看這類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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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出電影 真的難到一條 連夫人 連夫人都說出電影很悶 連她都說 她說為什麼出電影 拍法績史可以拍到這麼悶 這電影真的超沉悶 她的故事是說林保堅尼的創業 就是說她的創辦人 如何在年輕的時候 剛剛第二次世界大戰 去打完仗 她以前當兵死不去 她回來之後 娶老婆 以及 開始想創業 她打仗的時候 她是一個機械 所以她對於機械有少許認識 她的家裡是耕田 所以她第一個發達的想法 其實就是做那些 幫忙耕田 和農業有關的機器 就是她覺得她可以創造一些 體積小一點 但是更加大力 以及不用用這麼多燃料 就是可以比較有效的工具 她透過做這些事情賺錢 其實她相當後期 她已經發達之後 她已經發達之後 有一次她跟法拉里的老闆 吵架 頂嘴 然後 別人不騷擾她 不理睬她 她 生氣起來 就說 我自己弄自己的 一個 跑車品牌 不用跟你合作 這樣 就是催生了這個林寶堅 大概是這樣的故事 也有說 這個創辦人 她本身的性情 都是難滾 和亂來 是這樣的故事 這齣的角色 我覺得各個角色 都是相當不吸引 都是不好看的 那些演員 首先不是特別吸引 首先 她裏面有很多演員 我認得法拉里的老闆 我亦都認得 林寶堅尼 做她老了的版本 成年人的版本 我認得她的樣子 但是 都不是一些我特別喜愛的演員 在這齣戲裏面 他們的表演 中規中矩 都是專業 但是 完全不突出 只可以說 所以 在人物方面 已經不是特別好看 再加上 那個創辦人 她說到是一個傳奇人物 那些 可能 我自己本身 就不是特別愛車的 我覺得 我自己開的 現代 Kona 就很好開 我已經很滿意 我覺得那些跑車 很食油 很浪費油 所以 可能 有些粉絲 她一一聽到 林寶堅是創辦人 一聽到名字馬上被射 馬上被射 但我不會有那種反應 我沒有那種變態 所以 對我來說 不是很吸引 再加上這個人物 在這齣戲裏面 其實就是 她是一個 挺自私的 挺自私 挺自大 的生意人 我覺得 沒有什麼特別 她就是一個 做生意很厲害的 有錢人 但是 不是一個 有什麼特別的 有錢人 我覺得 所以 不是一個 我很想知道 多一點的 生平 其實是 然後 講她 這個是 那個 角色 本身 至於那個故事 我覺得 阿夫人說得很對 發即使 其實是 可以很有趣的 一個故事 你如何由 沒有到 有 有多少種方法 可以把故事 說得動聽 說得有趣 你想想 應該可以 這個故事 但是 這齣戲 拍了出來之後 我覺得是很沉悶 我覺得 他沒有的時候 德國是沒有的 但是 那齣戲 你看看 為什麼他突然間 發達 那個不是應該是重點 為什麼 他好像交代得很 嘻嘻 他發達 好像是輕描淡寫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這齣戲 他一開始 說他比較年輕的時候 他分兩代演員 去演 同一個角色 他年輕的版本 我一直在看 說他年輕 為什麼 什麼都沒有 打完仗 我那時候已經覺得很沉悶 但是 我不斷和自己說 我隱瞞這一段 讓那個真正的主角 我認得那個男主角 等他出場的時候 應該會完全不同 我一直在跟自己說 誰知道 那段也挺長的 然後 最後 等到 他發達 然後 變成成年人 我認得那個樣子 那個主角 做的 就是這樣 但是 也沒有好看 出來 被他欺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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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其實 他有很多位置 你都覺得 其實他可以拍得有趣很多 但是他又沒有 真的 吹醬 他這齣戲 他說 林保堅尼 你都認為 他應該有些 很好看的 賽車場面 起碼 飛幾下 給我看 他裡面 是 看看 你就發覺 他大部分 是說人物 不是說 那輛車的時候 我就跟自己說 不是 他這些 叫做注重劇情 這齣戲也不是說林保堅尼 他是說林保堅尼 The man Behind the legend 別人想說那個男人 我要尊重別人的創作意願 OK 那就可以了 引他 引到他真的有飛車的場面 在這齣戲裡面有兩三幕 然後 他看第一幕的時候 我就已經覺得 他那個故事解 他的故事是說到他們在飛車 但是那個畫面上的呈現 就好像駕駛得很慢 真的 為什麼可以拍到這樣 為什麼可以好像很慢 理論上 我心裡知道 那些是引擎很厲害的 應該在飛車 但是真的沒有辦法 在畫面上看 真的好像駕駛的士 真的 我覺得香港的小巴 那些紅車 真的飛得更快 哈哈哈哈 他究竟是怎樣可以拍跑車 拍到這麼慢 他為什麼可以這樣 我不知道 可能為員工安全 為演員的安全 為特技人著想 我不知道 但是總之這齣戲 可能有三四幕的飛車戲 沒有一幕是快的 全部都是感覺很慢 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可能是戲 我不知道 所以這齣戲是很差 我上網看到那些影評很好笑 在玩字 說出戲 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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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 我也同意 我覺得 出戲 真的 挺差 我覺得 我不知道 可能 他本身是粉絲那些車迷 可能是有 一些 另類的得著 可能觀感是不同 但是我就非常之不享受 這齣戲 我沒有花時間去看 究竟林寶堅尼有沒有投資 是不是他自己拍出來做propaganda 我不知道 如果有 就真是狠狠 超低能 真的 只可能成為反效果 你的車子拍到這麼慢 好像沒有力 神經病 OK 我給他的評分 這些 真的要給D 他不是特別難 但是百分百是浪費我時間